只是帶你看到烏爾戰爭 在烏東前線巴赫姆特 戰況激烈 瓦格納的傭兵集團首里 普利格精才宣布 在當地要升起俄羅斯的國旗 似乎意味著 他們已經控制當地了 但是烏方嘲諷 俄軍升起的地點 只是廁所之類的地方 他們在過去一天之內 擊退了俄軍數十波的攻勢 拿下巴赫姆特 俄軍還差得很遠 三套PCH2000自走炮同步發射 炮彈飛過頭頂 還沒回神 就提著機關槍開火 在巴赫姆特外圍前線 不想空等豪鉤僵持 一組烏克蘭突擊小隊出動 跳進俄軍豪鉤近距離戰鬥 首陸戰攻勢 俄軍措手不及 成功佔領後 突擊部隊收到命令 馬上退回原本位置 因為烏克蘭戰術中 不同部隊各自有用途 除了豪鉤爭奪 烏克蘭還公布最新空拍 巴赫姆特北邊又有俄羅斯軍火庫 被炸毀濃煙直茂 但這些都還不算吹響 反攻號角 士兵們已經磨刀禍火火 只是俄軍沒趕走持續威脅無宗居民 牧師穿防彈背心步道 房子外俄羅斯火箭直直插進地面 戰爭的恐怖 這位烏克蘭商兵最能理解 這是他剛開戰時從軍的樣子 經歷一次轟炸 同袍幾乎全喪命 他幸運活下來 左臉嚴重變形 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的醫師 這次要幫他做第三輪重建手術 對經歷戰爭的烏克蘭人來說 心理創傷或許更難痊癒 烏克蘭總統佐倫斯基 這回帶著德國總理哈伯克 來到切爾林格夫 被訪當初俄軍囚禁烏克蘭人的地下室 可以看到佐倫斯基 邊聽受害者悲慘經歷 一邊皺眉頭往上抬 眼眶泛紅 瞳孔濕潤 情緒相當悲憤 說起話效果有限 佐倫斯基實際行動 周三即將親自出訪波蘭 拜訪華沙 除了和布蘭總統面對面談戰爭 佐倫斯基也將會見海外避難的 烏克蘭人民 英國的金融時報報導 俄羅斯當局很擔心國內的精英分子叛逃 或者是洩漏機密 所以他們的安全單位沒收了高級官員 還有國營企業高層的護照 防止他們出逃 而這幾天在聖彼得堡一間咖啡店 炸死了俄國著名的軍事部落客的爆炸案 傷者上升到32人 而一名女嫌犯也被捕了 拿起戴頭盔的小雕像還仔細端詳一番 但下一秒 俄羅斯知名軍事部落客塔塔爾斯基就遇上死結 塔塔爾斯基在聖彼得堡咖啡廳一場活動中 遭人炸死 這情節有如諜報電影 只是究竟是誰策劃這起攻擊 現在俄羅斯當局逮捕一名疑似嫌犯的女子 這名女子叫做崔波娃 在爆炸發生前 她被拍到抵達咖啡館 手上抱著的很可能就是 裝炸彈雕像的紙箱 崔波娃承認 送上炸彈只是被問到是誰叫她做的 她卻沒有明說 讓整個案情更加扑朔迷離 塔塔爾斯基其實是俄羅斯知名的主戰派人士 陳高山喊著俄羅斯會殺光所有人 塔塔爾斯基出生在一個煤礦工人家庭 2011年生意破產後 債務纏身的他跟友人搶劫銀行 因此被判入獄 之後加入烏克蘭分離主義武裝 是到2019年離開軍隊 才開始擔任記者報導戰爭地區的狀況 外界推測他的身亡 有可能是俄羅斯社會內部出現分裂跡象 而這也已經不是俄羅斯第一次 有支持戰爭的人士 遭到暗算 去年8月 俄羅斯總統普京清醒的女兒杜金娜 車子遭人暗裝炸彈 遇襲身亡 當時俄羅斯一口咬定是烏克蘭做的 而這一次塔塔爾斯基的案件 俄羅斯同樣認為背後是烏克蘭特務主導 還指控跟反對派團體納瓦尼有關聯 俄羅斯公司說 Triopova在前一年被捕捉 在抗亡戰爭的抗亡 他們說她是一個活躍的支持者 而被捕捉的抗亡人員 Alexei Navalny 他的組織 俄羅斯公司也被捕捉 在砍砍砍砍砍砍 究竟是不是烏克蘭背後策劃這起咖啡館爆炸案 不過顯然 情俄傭兵團看法不同 泽恩斯基也拒絕評論 不過現在傳出 烏克蘭遭俄羅斯控制的梅利托波爾地區 有親俄官員坐車遇襲 馬路上車子殘骸散落一地 一場爆炸案似乎反映出 烏克蘭背後 有一股複雜的武裝力量 TBS新聞綜合報導 俄羅斯的外交部長拉夫羅夫 評論西方國家用議論 俄國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似乎要來挑撥離間 繼續交給資深記者陳向如 這一位是俄羅斯的外長拉夫羅夫 最近的時候他炮火非常的猛烈 首先的話他先炮轟西方國家 提供烏克蘭暴二坦克 同時他還說歐盟挺烏克蘭 還提供了武器跟訓練 跟俄羅斯的關係惡劣 根本就是歐盟自找的 同時的話他還說 俄羅斯在必要的時候 會採取強硬的手段 同時的話他還說了 最近的時候 中國跟俄羅斯的關係 被西方國家拿來放大 他覺得這個目的 根本就是要離間中俄關係 為什麼他會這麼說 首先他提醒了西方國家 他說3月20號 當習近平去訪問俄羅斯的時候 跟普京兩人長達了 10個小時的會談 顯示中俄的關係非常的好 但是最近的時候 西方國家一直稱 俄中關係不平等 同時他還說了 你們要小心 不要太依賴中國大陸 拉夫羅夫就說 這是因為當俄羅斯 把出口轉向了亞洲的時候 突然這些西方國家 好關心他們 拉夫羅夫就說 謝謝你們的關心 但是我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同時他還說 俄羅斯相信有時間的鑑定 以及實際行動考驗的中國朋友 不過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戰爭 說是要阻止北約 東擴危害自身的國家安全 但現在成真了 因為北歐的國家芬蘭 正式加入北約 成為第31個北約會員國 而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呢 在升起儀式之前說 芬蘭加入是歷史性的 會讓芬蘭更安全 北約更強大 今天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 因為在幾個小時 我們會召喚 芬蘭 成為第31個組織 芬蘭國旗4月4號起 正式飄揚在北約總部前方 芬蘭成為北約第31個成員國 也代表北約與俄羅斯的陸地邊界 將直接擴大一倍 普京等於自己促成了北約東擴發聲 對於能加入北約 芬蘭民眾感覺吃了定心丸 因為兩國的陸地邊界長達1300公里 幾乎沒有天然屏障 儘管有了北約保護傘 芬蘭戰時沒有要求 北約到芬蘭駐軍 俄羅斯倒是放話 要加強西北疆域的軍力部署 但北約沒有觀察到 俄軍調動的跡象 因為俄羅斯仍忙著打俄武戰爭 芬蘭是在去年5月和瑞典 一起申請加入北約 兩國的申請一度遭到土耳其反對 因為這兩國容忍 它的眼中丁庫德族組織在當地活動 土耳其直到上個月底 才對芬蘭點頭 卻沒有同意瑞典的加入 匈牙利也對瑞典的申請池保留態度 不過北約秘書長還是給出樂觀訊號 不 芬蘭不是獨自在 芬蘭是這麼近的 芬蘭是這麼近的 它可以成為全國的組織 我們繼續組織在芬蘭 芬蘭的加入對北約來說 也是如虎添翼 之後北約就能就近從北守護 波羅的海三國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和立陶宛 之前北約若想從陸路做後勤補給 只能走下方一條狹窄的蘇瓦烏基走廊 去年波蘭和立陶宛總統就曾聯媚視察這個地方 因為長約65公里的蘇瓦烏基走廊 左邊是俄羅斯飛地加里寧格勒 右手邊是白俄羅斯 而加里寧格勒不只是俄羅斯的不動港 還是波羅的海艦隊所在位置 俄國甚至在這裡部署能搭載核彈頭的一絲坎德爾飛彈 對於普清若想攻擊北約 這裡將是最可能發起攻勢的地點 俄羅斯警告芬蘭加入北約有擴大衝突風險 而芬蘭從放棄中立到走向北約 歷史上又機可循 先前芬蘭就算沒有加入也早有準備 1993年揭幕的游泳池中就有暗藏巡擊 泳池下方還設有巨大的防爆門 以及複雜的空氣過濾系統 畢竟保衛家園到頭來還是自己的責任 海逐各式戰機和坦克車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北約反而更團結 法國近日也與北約舉行 數十年來規模最大的獵戶座二三軍演 芬蘭也超前部署加入其他的演習陣容 儘管瑞典的申請暫時還在卡關 但加入北約也只是早晚的問題 遠新聞 綜合報導 而烏武戰爭會不會成為大陸攻台的一個參考呢 紐約時報的報導就分析了多篇論文 發現中國可能會借進普清的策略 俠核武以致重嗎 繼續交給向盧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 他們就發現了其實中國大陸很在意 並且還仔細的去研究了烏俄戰爭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說呢 紐約時報他們其實是調閱了上百篇 中國大陸的研究論文 還有媒體的報導 結果就發現到了 大陸他們現在正在研發高超音速的飛彈 同時的話他們還去分析 俄羅斯如何運用它 並且摧毀目標 再來的話那就是大陸 他有研究烏克蘭 如何利用星鏈 Starlink去協調攻擊 並且阻斷俄羅斯的通訊 為此的話大陸迅速的開發 類似的低軌道衛星系統 還並且眼裡如何摧毀別人 好 那麼第三個的話 那就是大陸他們還學習 如何使用無人機 通訊跟衛星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去研究了烏俄戰爭 發現到俄羅斯 他們沒有辦法擴大了 協同作戰的能力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資訊的不平等 因此大陸眼裡要投入 更複雜的演習 好 那麼再來的話來看一下 另外普欽的話 他用核武來威脅 促使的西方國家不敢直接參戰 這也給了中國大陸 很好的一個樣式 認為只要你端出了核武 好像西方國家就會stop 再來看一下 習近平他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就有說了 要持續擴大核武庫存 而目前的時候 大陸擁有的是400多枚的核彈頭 預估到2030年的時候 將會增加到1000枚 而地緣政治方面 台海就被視為是會非常緊張的地區 但是其實有三大外銀 著手亞洲市場 台灣還是他們的重心 背後的原因 再請教向如 三大外商銀行分別瞄準了 亞洲還耕耘台灣 這到底怎麼回事呢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哪三大外商銀行 第一個的話呢 當然就是瑞銀 再來是匯豐銀行 還有渣打銀行 我們先從瑞銀開始 瑞銀他們就預估了 現在利率上升 還有烏二戰爭的戰火 導致很多不確定性 因此現在 億萬富豪的人數 以及他們手中的資產價格下滑了 然後他們還說了 2022年的時候 根據他們的報告 全球五分之一的 億萬富豪人口有了變化 其中的360人 他們的財富下滑到了 10億美元以下 因此他們這些外商銀行 就開始著眼於亞洲 再來看一下 就是匯豐銀行了 他們覺得市場大幅的修正 投資信託資產 還是創新高 其中的話 又以外銀當中成長最多的 再來看一下 渣打銀行 他們就報告說了 財富管理新客戶 人數創下新紀錄 而淨流入的資金 180億美元 其中台灣在財富管理 規模上面排列第三名 這也使得這些外商銀行 更於亞洲的財管市場 認為怎麼可以少得了台灣 再來關注菲律賓政府 同意新增四座的基地 給美軍使用 不過您看到其中一個地點 位於旅宋島 距離台灣只有400公里 美國鹿角大廈強調 不尋求永久的駐紮 只是可以應對任何的災難 也有分析指出 是個地點 就是要戒指中國大陸 在南海的行動 也要監控台灣的情況 時代發射海馬斯火箭彈 這是美飛兩國三月底的 聯合軍演 小馬克事上任後 美飛關係突飛猛進 先前同意新增四座基地 供美軍使用 三日地點也公布了 兩出位於旅宋島的卡加沿省 其中卡米洛奧西亞斯海軍基地 距離台灣最近近約400公里 另一處軍營在伊沙貝拉省 這三個地點被視為 黎巴士海峽和台灣頗近 另一處於巴拉旺省 巴拉巴克島 臨近南沙群島 中央近年在那裡 不斷人工增導和建制飛彈系統 一個美軍他在菲律賓或者在其他地方 去建立他的一個反艦的一些 反艦的一些飛彈的基地的話 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去斬斷中國的 這樣子對外擴張的行為 這個是美軍他最重要的一個 戰略的一個目的 封鎖解放軍進入太平洋 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畢竟翻開共軍過去一個月 擾台的航祭圖 不難看出共軍基建 時不時延伸至我東南空域 而日本新版安保戰略 將透過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 引以提供菲律賓軍方 警戒監控用的雷達 因為其實對日本來講的話 與其說台灣的話 不如說在更遠一點的菲律賓 他就必須要開始佈局 如果能在菲律賓這個地方 在南海就阻止解放軍的軍事行動的話 那會不會對日本來說 又等於多加了一層的保障 美方這波動作無疑強化 現有盟友和第一島列的韌性 對象劍指誰不言而喻 TVBS新聞後付款劉廷廷才不懂